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的主人公是刘亭氏 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 刘亭氏是齐州人士 他的家境比较一般 在他重进士之前 家里人商议给他去同乡的一个女子做妻子 只是还没有下聘礼 后来刘亭氏重了进士 家里也兴盛起来 而那个女子却生了怪病 双眼都瞎了 他家也变得很穷了 虽然两家有过婚约 女子家里根本不敢提这件事情 这时候刘亭氏会怎么做呢 下面啊 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 听故事 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刘亭氏的人 他家在齐州 刘亭氏家里不算富裕 他还在努力学习准备科举的时候 他的母亲对他说 儿啊 眼看你也长大了 也该寻你们亲事了呀 虽然科举是人生的大事 魂音也是呀 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业 可以先不娶 可咱得先找个姑娘定下魂约呀 刘亭氏从小就非常孝顺 他对母亲说 娘 你来安排吧 我都听您的 刘亭氏的母亲和各位长辈商议了很久 决定为他定下同乡的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温柔贤惠 品貌端庄 是个很不错的人 姑娘家也看重刘亭氏的前途 现在虽然还是一个书生 将来难保不会发达呢 就这样 两家定下了婚约 只是刘家还没有下聘礼罢了 过了两年 刘亭氏高中了近视 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们见了刘亭氏的母亲就说 你养了一个好儿子呀 真有福气 他母亲也真心的为儿子感到高兴 刘亭氏高中以后 做了朝廷的官员 忙于公务 一时间也没有管个人的私事 这几年 刘亭氏的未婚妻家里 却发生了变故 那位姑娘不知怎么患了眼病 怎么治都治不好 最后眼睛瞎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 家里也花了很多钱 嫁妆也置办不起了 后来听说刘亭氏高中近视 姑娘自觉高盘不起 婚约的事情提也不提 后来姑娘家的变故也传到了刘家 很多人都对刘亭氏的母亲说 你的儿子现在是朝廷的大官了 应该找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 门当户对才行啊 以前订的那个女孩 现在又是一个瞎子 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 去回家有什么用呀 再说了 你们也没有下聘礼 这不算回婚 刘亭氏的母亲听了 也有些动心 就让人带信给刘亭氏 希望她回家处理自己的婚事 刘亭氏回家后 上门提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把门槛都快给踏破了 对那些劝她娶别的女人的人 刘亭氏笑着说 我当初时候 已经在心里答应了 那个双目失明的女子 这一辈子我一定会娶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如今你们让我娶别的女人 这不是让我负心吗 第二天 刘亭氏就带着聘礼 到了女孩家里求亲 女孩家里很感动 她们很快就成亲了 成亲后的第二年 妻子就给刘亭氏 生了个儿子 刘亭氏非常的高兴 后来她们又添了几个孩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可是好景不长 刘亭氏的妻子生病死了 临死前她对丈夫说 我死了之后 你再找个好姑娘吧 是我干物了你啊 妻子死后 刘亭氏好好安葬了妻子 对着妻子的坟墓发誓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娶 别人家的女子了 后来 刘亭氏真的没有再娶别的女子 而是自己一个人 一直生活到了 苏氏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问刘亭氏 哀伤是因为爱 爱是因为美色 你娶了盲女 和她一起到老 这是因为意 这不是因为爱 所以这哀伤又从哪里来呢 刘亭氏回答说 我只是知道 我妻子已经过世了 她不瞎是我的妻子 瞎了还是我的妻子 如果说 我是因为美色产生喜爱 又因为这喜爱而为她哀伤 那么她没有美色的时候 我对她的喜爱也会减少 我对她的哀伤也会一点点消失 那么凡是在街上 故弄风骚 姿色不错 招人喜欢的 都可以做我的妻子吗 小朋友们 亭氏新雪的故事 讲完了 你为刘亭氏的爱情感动吗 有句俗话说 平贱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 不下糖 意思是说 不要忘记平贱时的朋友 不要抛弃 共同患过难的妻子 故事中啊 刘亭氏高中进士 成为朝廷命官 可以算得上富贵了 而她的妻子 双目失明 也没有随她一起生活过 可能还算不上糟糠之期 但是啊 刘亭氏还是按照婚约娶了她 这不仅仅是新的问题 还是义的问题 哪有少年不爱美人的呢 只是一旦有了承诺 就应该用一生去践行承诺 在君子眼中 有什么样的美色 能比得上信仪呢 苏东坡对刘亭氏的疑问 只是对爱最浅显的理解 刘亭氏的回答 却是最完美的答案 我爱她 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现在啊 教育人们保卫婚姻 守护爱情的秘诀 书籍有很多 或者有用 但最关键的是 应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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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